灌手推土機在南迴公路上不斷趕工 但雨是沒停止 山上的土石不斷衝下來 怎麼清就是清不完 這裡是台東南迴公路 140公里處 金輪泰馬里路段 可以看到山壁上大片的灘方 滾滾的土石 沖毀樹木與護欄流向大海 對比之前的模樣 很難想像這是同個地點 原本小貨車擺攤的路間 現在則停滿了重機距 我是要在四點之前就要到 但是拖到現在 十一點半到現在 十幾個小時 他現在還要繼續等對不對 對啊 要回去 還有工作 了解 今天工作都算卡在這邊 已經丟兩班工作出去了 沒辦法 山崩造成北上單向通行 南下車流完全無法前進 回度超過兩公里長 漫長的等待讓民眾好無奈 因為南迴公路 是目前花東地區通往屏東 高雄的唯一道路 土石在140公里處發生攤方 交通受阻無法通行 在清除障礙之前 民眾無法開車前往金輪火車站 或是多輛車站等地遊玩 更別說前往屏東高雄討生活 旅遊工作都受到阻礙 還有民眾在臉書上PO文 表示受困在路上一個晚上 下著大雨 車旁全是山崩土石流 就擔心隨時有落石砸到自己車子 提心吊膽到天明 目前工程人員努力搶修 要盡快搶通 記者季博師 梁家文 陳昭谷 SNG小組台東報導